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我们都能够遇见心目当中 那个完美的另一半 带着美好的期待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 一号女嘉宾 有请 有请一号女士 欢迎您 你好 您好 来 请坐 请坐 一号女嘉宾王雨华 44岁 内蒙古人 尼逸 母婴护理培训师 这位女士很文雅 很有气质 个子很高 好 那我们一号女士 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呢 一起进入台的《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生活所迫 变身女超人 坚强的女儿 奋不顾身的错爱 现在是女超人吗 怎么说自己是女超人呢 因为我有一个12岁的女儿 跟我生活 离婚以后呢 就是因为没有生活来源 我就带着孩子自己开了一个小餐厅 在哪开了一个小餐厅啊 在甘肃 在甘肃 带着女儿自己开餐厅 对对对 能忙得过来吗 就是因为忙不过来 当时就是这个服务员也不是特别好过 有一天没一天的 完了我就是自己兼职这个收爷 自己兼职后厨 自己又兼职这个洗碗的 完了要带着孩子 孩子当时小 两岁多 这饭店多大规模呀 七八张桌子吧 那其实也挺费劲的 你一个人就忙前忙后 离里边都是你 对 就是想输入高一点 完了想给女儿更好的生活 那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服务员不好过 再加上孩子没人管 当时爸妈也不是特别理解 完了就是一个人带着孩子 那个时候真的挺难的 那你是把孩子才两岁多 放在餐厅吗 没有 就是离婚的时候 孩子是一岁多一点 后来这个餐厅开起来的话 孩子都已经入托了 幼儿园在那个餐厅附近 我每天呢就是接送孩子 完了再加上就是经营这个餐厅 那确实忙不过来啊 那段日子回想起来都 很累 很累啊 早出晚归 这种人是最懂生活的人 最理解人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吃过很多苦 尝过人间的兄弟口了 赚到钱了吗 其实说心理话 是赚了是赚了一点点 但是后来因为孩子也是出了点意外 完了这个钱就是给孩子治疗用了 孩子怎么了 14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当时孩子都已经4岁多了嘛 放寒假了 完了孩子没人带嘛 就我自己 就想着说是再进行几天 完了就把这个店关了 就陪孩子好好的过春节 我就把孩子单独锁在家里了 4岁小孩一个人在家里 锁在家里 孩子就从楼上摔下了 几楼啊 七楼 从七楼摔到一楼吗 你有把孩子单独 他小时候给他自己锁在家里的时候吗 没有 从来没有是吗 就怕有那种万一 当时因为刚好楼底下 停了一个那个电动自行车 孩子刮的那个车把的那个位置上 就是险些丧病嘛 左腿膝盖这个位置 是粉碎性骨折 但是现在都已经恢复得很好 也没落下什么残疾 那还真的是 不幸中的万幸啊 对对对对 七楼摔下来一般是有生命危险的 对对对 当时就是因为 他这个位置是腿先着的地 就是腿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得差不多 而且现在孩子也没落下什么毛病 几年之夜天下 他没伤到身体 没伤到头 四肢不是到问题 当时你知道这个情况 吓坏了吧 谁通知着你呢 邻居 说小孩从楼上掉下来 但是我当时我还有点不太相信 当时因为是在店里嘛 正忙着呢 就穿了一件小八毛衣 冬天的时候就跑出去了 所以你就陪着他治疗了是吗 对 抢救了一段时间 完了就是在西安做的第一次手术 后来第二次呢 就来到这个北京积水潭 做的第二次手术 第二次属于是修复手术 完了经过那个专家什么的 他诊断以后呢 说是我们这个孩子呀 他主要就是这个骨垢这个地方 受了点损伤 完了18岁以后 只要长成型 基本上再做一次手术 就没什么大碍了 现在就穿的是这个 就是国外定制的这个脚型鞋 每年就是穿两双这个鞋就可以了 就是防止他那个骨盆 跟脊柱只要不变形 但绿威还是觉得有一点 对 是有一点遗憾的 这个事因为对我来说是人生可能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嘛 做母亲就这个是最辛苦的最难的 最割舍不了的 孩子有点伤痛都会很牵挂的 那孩子受到的影响大吗 孩子受到的影响不大 我跟他爸离婚的时候 他其实才一岁多还不怎么计事 在他的印象当中 这个父亲的这个概念可能也很模糊 因为我们俩就分开了 但是后来就是从楼上摔下来这件事呢 现在目前来看没有造成什么特别大的心理阴影 我有的时候也带他去这种高处 爬山玩了站的那个比较高的地方 让他往下看一看 他基本上不是说心理恐惧 或者说是害怕什么的 没有 其实你还挺关注他 这个受伤之后 心理和身体的这种成长和变化 因为毕竟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不想让他的人生就是心理上留下什么阴影 也希望他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 心理没有问题就更好了 本来经过这么一次是会有恐高 心理会有种阴影在里面 那你现在是在北京生活工作 对 我在北京生活 孩子呢 孩子在老家 跟我爸妈一起 回内蒙古了 对 什么时候孩子回到内蒙古了 就是孩子摔伤了以后 完了因为我爸妈也觉得 一个人在甘肃待着吧 他觉得也太孤单了 回到家里呢 毕竟父母还能给他把手 在一个孩子这不是马上要入学上小学吗 就把孩子的户口签到内蒙古 完了就是我爸妈照顾 现在在乎好车 所以等于孩子和你还没在一起生活的这些年 在做母婴师 刚才我看到 对 母婴护理培训师 怎么转到这行的呀 我当时过来的时候都已经三十好几了 完了其他行业呢 可能对我来说年龄上面也是一个限制 完了就是给参加万户 培训这个月嫂跟育儿嫂 今天也带着好朋友来了是吗 对 我们单位的领导 还有一个知心大姐 这是领导啊 还是知心大姐啊 领导 是 是我们单位领导啊 那今天能陪着你这同事来 说明平常关系不错是吗 是 给我们介绍一下她呀 隆重地推荐一下 我眼里的王雨华老师呢 是一个善良而孝顺 优雅而知性 温情而有独立的女人 应该是这种的女性 这评价很高啊 王老师在工作上吧 铁娘子型的 比方说别人都下班了呀 她可能会加班到半夜十一点十二点 明天的备课呀 培训基地的招生 明天又怎么去做呀 她可能会做很晚才能去收 你觉得什么样的先生 会比较适合她呢 我觉得王老师应该遇见一个 有担当 有爱心 有包容心 她的曾经吧 比较坎坷 在今后的风雨人生中 能让她唱起一把伞 陪着她一路向前走 谢谢大姐 谢谢大姐 你就一番夸赞啊 你们觉得她适合找一个怎么样的 找一个适合顾家的 没有就是外头就是 就是疯疯疯疯我那种人 就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 那是 和孩子的爸爸来往不多吗 不多 基本上没什么来往 因为离婚这件事 可能对我的伤害也挺大的 孩子呢 就是我也希望 就是稍微大一点 她要是能跟孩子能联系的话呢 他们当下联系 其实也无所谓的 就他们连联系都没有啊 她有我妹夫的威胁 完了有的时候会让我妹夫 给发点照片什么的 那生活费也不给吗 没给 因为当时我们离婚的时候 家产 基本上都已经分得很平均了 完了就是抚养费在一块呢 我就多拿了一点 所以当时离婚还是挺决绝 挺 对 因为对我的打击也挺大的 因为我当时离婚的时候 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插曲 最早的时候 我在我们内蒙当小学老师 那个时候是一个铁饭碗 都已经参加了三年多工作了 但是就是因为认识她以后 所以这个命运就改变了嘛 也就是无意间 一个偶然的机会嘛 就认识了 这缘分这东西 有的时候挺奇怪的 认识了以后呢 就互相都觉得挺有好感的 那你在内蒙古 也是挺漂亮的一个姑娘 对 因为当时就是认识她 想跟她去甘肃 而且你职业也很好 教师形象也好 应该爸妈是不是工作 也都还不错 对 我爸妈 家庭环境还可以 也基本上我爸妈 都算公务员吧 那她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士 才能让你愿意 奋不顾身地去跟她来到甘肃 对爱情冲昏头脑 年轻人就这样很感兴 只要喜欢了什么都不够 哪点吸引着你的当时 人就是我觉得挺聪明的 挺认学的 做什么事呢 她就是专注力特别强 那你去甘肃就等于把内蒙古的工作 教师职业辞掉了 对 对 对 爸妈同意吗 不同意 就因为这事 我爸妈差点跟我断绝关系 我爸我妈就气得 都没有参加我的婚礼 所以确实是奋不顾身 但又是一场挫爱 对 可能这就是自由恋爱 跟介绍的区别 不过要是犯了我父母反对 所以我肯定就良恋爱 那其实你去了甘肃 等于就她一个亲人 她应该对你更加百般呵护 但是后来 因为我们自己做了点小生意 完了可能也游了点钱 有钱了以后 这个人的这个想法 各方面可能就会改变 跟别的女的就好不上了 那个时候小孩八九个月吧 她就不回家了 我看不了你的哭 看到我就心怨难受 所以当时是你发现了 还是她主动跟你说的 就有一次可能这个 他们俩也 就是这个女的跟她 可能也是 两个人是喝酒了 还是怎么地了 反正一时兴起 可能是也是喝多了 电话打到我手机上来了 完了就是让我离婚 一个女的给你打电话 说他们在一起了 后来就是起诉了一次 到那个法院以后呢 结果孩子不满一岁 不能判 这个我们调解了一下 又让回去 回去 但是到一二年 我们俩协议的离婚 往往好像这样的女的 都给输最后 什么样的女的 就是这样 辅出全部 对 所谓一见钟情 或者怎么着 就是全身心的投入 最好的输的都是精彩的 可以说是越当爹 越当娘 一把是一把尿的 因为还要讨生活 还要带孩子 非常不容易 听听我们老师给您什么建议吧 我觉得王女士呢 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所以整个外表洋育的自信的状态 但是我们会发现任何的特点 其实都是双任见 什么叫盲目自信 比方说因为爱情远嫁到那么远的地方 你非常的自信 就是我一定能赢得爱情 就凭我这个样子 就凭我的家境 凭我这个老师的身份 没问题 手拿把钻 这是第一次自信 接着呢 结婚了 尤其是你刚刚生完小孩的时候 当你发现你的丈夫经常很晚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特别特别的需要家人的陪伴 但你又盲目自信 他一定在做事业 他在忙呢 对吧 我要支持他 然后最后就支持到别人家了 那么第三次自信呢 其实很伤感啊 我听了也很揪心 我们会认为我的孩子四岁没问题 不会出事 最终虽然说经过了多方的努力 确确实实 现在的伤害已经降低到最小 但是我觉得这种痛 还是会跟随着孩子一生 其实这也是盲目自信 所以我特别希望 就是我们人呀 不能嘴皮脑袋快 因为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我们不能带着孩子再去试错 谢谢老师 他需要找一个很体贴的人 很中心的人 我这个人就是认真细致 体贴 我也不希望女人认真到上海 您看见这个女生了 我看到了 我喜欢她 那接下来呢 按照正常顺序 要上场的是一号男嘉宾 但是在观察室里呢 这个二号先生 特别地积极说 我就是喜欢一号女士 所以两位先生换了个位置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很喜欢我们一号女士的 二号男嘉宾 来 我们有请二号先生 她身高一米七三 谈吐优雅 那你在那蒙古也是挺漂亮的一个姑娘 对 而且你职业也很好 教师 形象也好 应该爸妈是不是工作也都还不错 对 但你环境还可以 基本上我爸妈都算公务员吧 由于忙于工作 导致她对孩子疏忽 却成为她一生的遗憾 我就把孩子当作锁在家里了 四岁小孩一个人在家里 锁在家里 孩子就从楼上摔下了 几楼啊 七楼 她为她现场表达爱意 我还是愿意追求你 希望跟你一直到老 这么快就要一直到老了 是什么原因 导致她背负38500的痛 学了没用上了吗 比如说呢 特别是我学那个无人机 25000 还要学空气动力学等等这些 后来就没学了 现在那有点痛 有点后悔 一切精彩 尽在本期选择 欢迎您 您好 来 请坐 先生坐这边 好 女士坐那边 二号男嘉宾张霄 53岁 云南人 李懿 酒店客房服务 我觉得有点像少年猪似的 云南 五十六七 鼻涕的眼睛 对 先得问问您喜欢我们一号女士什么呀 气质挺好 身材很不错 我还是愿意追求你 希望跟你一直到老 这么快叫一句大老啊 他跟一号女士搭吗 不搭 不搭 哪儿不搭 哪儿都不搭 有言千里来相会无言对面手难牵 这场上的先生和女士是否会擦出火花呢 我们一起进入二人的更像东西环节 请看 看看子女情况啊 女士是一个女儿十二岁在那蒙古老家 先生呢 子女情况 我有一个孩子正在九岁 谁在带 他妈妈带的 在云南 健康情况 我是有社保也有医保 身体挺好的 先生呢 还可以 经常断练身体 做什么断练 我也跑步 健身操 雅雷 以理向上 五千斤内的 收入情况呢 女士您现在收入情况 我八千左右 我不高 四五千 好 住房情况 女士是在 房家有房 在老家有房 是租房子 你呢 先生 我没房 我就耽误了 接下来我们要更多了解一下 二号先生了 你是想要听一听他的故事吗 我上去听 可以吗 那看来是没太看得上吗 也不是 男士很优秀 但是我觉得可能身高上 我们是有一点距离 来 那好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这边 这边 你想讲一什么样子 主要是人体好 我们有演员 我比较重视演员 演员 身高的话呢 肯定就是 要比我高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身高 其实女的比男的高的话 男的会有压力的 那咱也多了解一下 我们二号先生 看看我们二号先生 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他的 原来是你的环节 认真 细致 38500的痛 没有建立感情的婚姻 生活中是个认真细致的人 对 举个例子呗 怎么认真 怎么细致了 我在工作 比较偏重于卫生这一块 搞卫生的时候很细致 比如说我在酒店的话 一般人他会搞地角线 或者床头柜下面 我都会尽量地去搞刚进 就是非常认真一个人 那这38500的痛是指的什么呀 以前读书没读好 看到工作后来 都想学这样 学那样 那怎么是38500的痛呢 学了没用上了嘛 比如说呢 特别是我学那个无人机 25000 25000呢 学了一个多月后来 因为工作变动 你觉得难度一点偏难 还要学空气动力学 等等这些 后来就没学了 那你学之前 教学费之前没去研究一下 说这个东西是不是适合自己 现在什么都讲究高科技嘛 无人机驾驶还是高科技的东西 应该向潮流抗气 现在那一点痛 有点后悔 这25000 等于打水漂了 也没学成 对 打水漂了 对 一小时呢 刚工作搭不上边了嘛 那你为啥要学啊 冲动啊 还学过什么呀 电工 电工这个好呀 你学完了中有技术了呀 电工好 对 那不就能赚钱了吗 我学的时候是学过了 那考试的时候没考过 电工跟我的保健主管的工资也差不多 所以呢 我已经没学了 所以也是没有考虑清楚 还学过什么 现在在学摩托 就考驾照 摩托车驾照 对 这是一个技能 学完了吗 我刚刚学的时候学得很好 考的时候没考过 还要补考 因为疫情严重啊 但我也不想出去 所以就没去补考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呢 加起来就38500了 这个是北京的 三万都是在深圳学的 营销师了 无人机了 国际汉语了 还学过国际汉语 想学汉语 想去国外 后来觉得还是难度有点大 自己的汉语工地不是很好 所以其实您说您最大的爱好 刚才那位女士问您 您说一个是健身运动 一个就是爱学习 我怎么听起来您这都是半途而废的学习 而且是有一点点好高无远的学习 就是老想特好 盲目的就去学了 然后也学不出来 也放弃了 就没有持之以恒 坚持钻着一件事 或者一门学问学下去 现在这个是最大的痛 整天学的人工业 跟着人感觉不搭调似的 那讲一下您的感情经历吧 我跟我妻子是上婚 在网上认识的 差不多一个月吧 第一次见面 第二天就准备领战同意了 后来几个月就去我们老家领战去了 看来这个男士是属于 一见着喜欢的就上去 北京认识的吗 云南 宽宇 那其实也挺浪漫的听起来 性格差异太大了 接了花以后 有了孩子以后 我朋友说不像我的 后来我带我的孩子去做DNA 然后那些不是我的 是婚内生的孩子是吧 结婚几年以后生的孩子 结婚两年 我想以我的名义生下来 他是离古花 不能再生孩子了 孩子都生了 都是跟我在一起 接了花以后生的 看着长大的 所以我也觉得 这个小孩子无辜 所以我也觉得 哭起来就算了 就好好过日子 天呀 那您也没有因此离婚 没有 也不知道他外边有别人 不知道 那后来怎么离的呀 后来呢 我们在房地产公司了 我去深圳了 就两地分析了 他提出来的 那去了深圳 又是从头开始 对 然后来了北京 又是从头开始 是的 这啥时候头能结束啊 我希望在北京有个结束 到头 您还选择都是这种压力特别大的大城市 我觉得大城市呢 确实压力很大 有点难 但是我觉得同时机会有很多 这就跟您学那些什么无人机呀 什么国际汉语 其实我听起来像是一个 就真的是一种思维 对 这个确实是 那你未来生活准备怎么打算呢 奖辈下一步呢 接触一下金融这一块 金融 你准备又去学吗 学是肯定要学 这金融挺难的 这投资理财 是很难 不是 您有投资资本吗 还是您想去给别人做理财呀 请做好自己的理财 修理财的钱吗 要理财一千也可以理 两千两万都可以理 自己的财理不好 理别人的财就理不好 那您说您都50多岁了 也没理什么财呀 也没长什么财呀 怎么理呀 没长 没长 其实是舌太松了花掉了 所以现在第一步 还是要把这个理财的事情做好 把心安下来 把单位的工作做好 然后呢 再做下一步导演 他比我还蛮忙 谁更自私 我们俩要等着一家去 后果不堪设计 张大哥 你好 就是在这个学习啊 在爱好的投入上啊 我觉得咱俩有点难兴难地的感觉 我学那个汉语言文学 我又报了一个四万多的一个 当时怎么想呢 通过高学历改变自己的命运 或者让觉得自己在某一场合更有面 那事实上都做错了 这是什么时候该做的事呢 应该二十多岁上大学那会该做的事 没有做 等你到四十岁来做这个事 你根本就考不过钱全打水漂 我想问问你啊 爸爸妈妈在你多大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妈妈是我对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爸爸是我对初二的时候 其实为什么这么问呢 就是第一个我们会发现 这个人让我们感觉到恍惚之间 真的这就是个少年 他就自己东创西创地长到了今天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面容非常的年轻 他眼睛也是就是探索世界的感觉 就没有任何那种风霜感 所以我是在想 无论是无人介也好 是你学这些什么营两师啊 是不是都看到的是广告 是不是广告里一有 因为你没有什么事情 可能就会打电话问人家 然后营销的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 就会把它放大了 人人都能学会 学会了以后 那你就是不一样的人生了 可以这么说吗 对 所以这时候你就脑袋一热 根本就忘了这是什么了 你看学什么摩托车 刚才你跟我讲 我一听这就是话术 就是这些相对来讲 我觉得这个薪术不是特别正的公司 他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人 能不能驾驭这个 可能您是不是也没有朋友生活中 对 我一般都是自己想的 其实就很少跟你商量 对啊 比方说国际汉语 你去想想 由于有这个方言嘛 就是这个普通话都说不好 你怎么能教外国人说中国话呢 还给你送到外国去 这不就是骗子嘛 所以我是在觉得就是这么多年 可能你周围都是有这些人 放大了你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特别希望您就找一个踏实实的人 哪个地方的人都可以 我觉得找一个善良的人 跟您共度余生 我觉得千万不再学习止损吧 就你止损你还有未来 你不止损什么经济师啊 你不理财才理你啊 这都是骗子的话术 好吗 好 那接下来要上场 就二号女士了啊 来一起认识一下 爱情互相迁就 这才算长远 双向奔赴才有意义 不要追寻漂亮的外表 它只会欺骗你的双眼 不要只追求财富 那也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而真正的选择 就是要追寻 那个让你内心快乐的人 这就已经足够了 真心表达 真诚交流 用心感受 用爱沟通 我是白杨 下期我们继续相约 我的选择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白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有多年单身 执着于事业的 有相识了三个月 就冲动结婚的 而我们的嘉宾们都没有寻找到自己美好的爱情 爱情不是两个最优秀的人强强联手 而是把两个最合适的人抱团取暖 满足彼此的愿望和需求 活出比一个人更加美好的未来 希望我们的嘉宾们在这个舞台上 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有缘人 带着美好的期待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好 那接下来要上场是二号女士了 来一起认识一下 有请二号女嘉宾 有请 朱月红女士 你好 你好 老师好 欢迎欢迎 三家好 来 请坐这边 二号女嘉宾 朱月红 47岁 北京人 提议 超市李霍元 朱女士对我们 二号先生什么印象 感觉人挺老实 挺有上进心的 但没觉得学的有点多了 然后有点不经 对 有这点感觉 我不知道我们二号女士 对先生除了说他 有上进心之外 其他有什么样的感觉 好像工作不是太稳定 您觉得他工作不稳定 对 对 对 您的工作稳定吗 还行吧 还行 对 先生想更多了解一下 我们二号女士吗 可以 那我们看看二号女士 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她的 《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母亲突发离世 无信婚姻 心灵手巧的我 一直和母亲感情很好 是吗 对 母亲是什么时候离世的 这月25号 刚走吗 对 所以我本来不想 来参加这个节目 是突然生病还是怎么 她去年那个 十月份犯的病 完了就因为疫情 一直就在ICU里头 什么病 心衰 脑梗 就好多多器官衰竭 就突发的吗 还是说已经病了很久了 刚开始是心脏不好 完了看完病 人家大夫说要出院 但是没床位 等床位的时候 又犯脑梗了 也就是去年 接二连三发生的 对 去年十月份 8月25号我们给接回来的 晚上就没了 而且不样见 因为疫情期间不样见 那她就一个人 是昏迷还是清醒的呀 走之前是狐独 谁都不记得 她也是清醒 但是不记得人了 不认人了 我妈这几年的生活质量 太差了 等于就是疫情这两年 都没出过门 就因为病 我就觉得 她早走早解脱 她太痛苦了 因为病 获得那个生病 没有质量 不幸的婚姻 哪年离婚的呀 小十年了 我是为了我妈他们 才嫁的 对 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因为我岁数挺大了 都说条件挺好的 就都认可了 交往了一年多吧 就结婚了 她二十年就大了 就觉得 我找一个 就赶紧结婚得了 完任务 但事实上 这段婚姻不好 可能一开始 并没有特别喜欢 但很多婚姻 都是慢慢经营的嘛 但是从经营中 就发现她这人 特别自私 完了那天 就是我不拿了200块钱 给那我那姐姐 买了一套化妆套盒 完了她回来一点钱 少了200块钱 后来我就说 给人买礼物用了 后来她说 像这事 以后你先跟我说一声 从那以后 我们俩就A制了 我一生气就A制了 这个有点她小心点 没想到她出轨 后来就是 偶尔的一个机会 就发现她QQ 跟那个别人就聊天 等我发现这事实 我跟她说就说 咱就看那一篇书 翻过去就完了 我原谅 我选择了原谅她 她说行 我不会再上网了 但是她没想到 我用另外一个号 加了她 她还在上网 幸福的都一样 不行的 都是不一样的 您还是挺爱做饭的 是吧 对 我特别喜欢 给人家做饭 变着花样做 就平时家里吃不着的 从抖音上 或者从微博上 学那些菜谱 做给家人吃 对 我们还有好多 您这个做菜照片呢 来看看我们女士做的这个 心灵手巧的这个菜肴 来看一下 左边那是那个柠檬凤爪 就现在网红那个 右边这个是 卢索炒的虾仁 这先生您这一日三餐 怎么解决呢 我在单位上 都在单位吃 对 那您自己会做饭吗 我会做 我小学就会做饭了 我平时喜欢做饭 自己弄一点印象 这种家常的小菜啊 可能先生这个状况 和女士状况不太一样 对 对您来说不是特别吻合 您是不是也需要找一位 有房的人 然后跟他共同生活呀 对 先生要不然先休息一下吧 好吧 来 您休息一下 刚才对这个二二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相望看不上 你感觉你择偶会好找吗 会有难度 但是我相信会找到合适的 您今年是47岁 对 但是我看您今天的着装 包括发型也好 包括头发的颜色和衣服的颜色 其实都特别的青春亮丽 就是47岁还能选择这种 浅浅的粉红色 其实代表着您内心 还住着一个少女 其实从小到大 多多少少还是被宠大的 所以在择偶的时候 我觉得您 就是找一个比您大一些的 如父如兄 就是他方方面面 可能都要比您成熟一些 尤其是内心的这种成熟 所以综上所述 我觉得您适合找一个 爱您多于您爱她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这次希望您放慢脚步 恋爱时间长一点 可能我们恋爱一个一年半载的 甚至两年三年都可以 我们再步入婚姻 争取这次走到头 好 谢谢老师 你们觉得他适合脚衣什么样的呀 起码能包容他的 等他的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号先生 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好不好 来 我们有请一号男嘉宾 张燕丰先生 您好 欢迎您 大家好 一号男嘉宾张燕丰 43岁 北京人 未婚 物流库管员 他很年轻 小孩儿的 他为什么四十岁了 还没结婚呢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手难牵 厂上的先生和女士 是否会擦出火花呢 一起进入他们的 更想动力环节 健康 来看看基本情况 女士和先生都是没有孩子 这个健康状况呢 女士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因为父母遗传 要吃药吗 要吃药就天天吃药就没事 先生的健康情况怎么样 健康状况良好 收入情况 我一个月就三千块钱 到手的是五六千 住房情况 女士跟父母同住 先生呢 我是有独立住房 在哪啊 就在长阳区 那接下来的这六个问题呢 是我们可以互相提问的问题 女士有没有什么想问先生的 你考虑温和要孩子吗 目前想要 那女士还考虑要孩子吗 不考虑的岁数 女士还有什么问先生的吗 你接受比你岁数大的吗 目前您这范围 超过我的那个理想状态 她的那标准应该是四十岁以下 三十五都行我感觉 女士如果择我的话 对于年龄有要求吗 我接受比我小五岁之内 就先生正好在这个区间 那大呢 大十岁之内 先生可能还觉得年龄上 稍微差距大了一点是吗 对 行 那咱休息一下啊 我们对一下您的走路标准吧 身高一米七五 别超过一百七 主要有稳定工作和那个固定住房 那接下来咱们看看一号宣传怎样的故事怎样的人生吧 一起进入他的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文艺青年的世界 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我永远是孤立的 您定义自己是文艺青年啊 对 算是哈 比较关注文艺界的那些演员 关注谁呢 上一代 老一辈的艺术家是什么 对 比如说呢 相声界的江老师冯宫老师 巴勒哈尔版西游记的那个廖灵彤老师 从多大就开始喜欢他们了 从八七年春晚 央视春晚 八七年 那当时你多大啊 当时我十岁 十岁 对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可能喜欢的这个 艺术家呀 这个曲艺方面的这个前辈呀 也就是这几位大师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 又出现很多新鲜的事物 您都不喜欢吗 也关注 但是没有对他们那个关注的强度大 我很敬重那些老艺术家 以前的那些老艺术家 都是花了很大的功夫的 我是看着电视长大了 所以就是在媒体这 比较发达现在吧 互联网时代 但是对电视 还是比较有热情的 因为从小的娱乐方式比较少 就是电视 等于我是看着电视成长起来 那现在的时候 也是下了班回家看电视吗 现在电视父母看 我是看手机 但是对这个传统媒体 还是挺有情感 对 非常关注这行业 特别播音主持这些行业 那关注谁呀 综艺大官的倪平老师 董卿 周涛 然后还有春妮 杨兰 张大综艺 那新鲜事物呢 你怎么看待呢 比如说现在这些短视频 网站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或者有很红的这些主播 你有关注的吗 也关注 但是他们内容 就是快餐文化 现在是一个快餐的文化时代 大家工作压力 在大城市压力比较大 所以那些是更容易让年轻人 或者90后 00后去接手 你觉得自己还是年轻人吗 自己已经过了那个时代 感觉就是有点跟这时代有点背离了 那你喜欢文艺 自己有没有从事一些相关的 去考过两次主持人 那在学生时代有 比如说主持啊 或者是登台表演这样的经验吗 没有 我性格比较内向 比较腼腆 不太爱张眼 从小就性格很内向 对 就是不太善于跟人打交道 然后存在感比较少 比方说西游记里 有四个主要角色吧 然后我可能就是沙僧那些角色 就是存在感比较少 你觉得沙僧是一个什么形象的 在台词里就是那几句台词 来回翻来覆去说 大师兄说对 师傅被妖怪捉走 你是特别愿意做这样的角色 还是说历练成了这样 从那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人的有七个层次 最高的层次是被人认知的层次 所以我还是希望被同学朋友认知 对 但您又说自己是特别没有存在感的 不被别人认知的 就是性格比较那个什么孤僻 不太爱说话 看不出来内向 特能收 我觉得您还行啊 一直跟我在聊啊 话口不觉啊 我特别喜欢就是主持人这行业 人家都是平常挺多话的 来了以后看着我们紧张不说话 您是平常话很少 见了我们 感觉找到家的干净 我只要见到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 和这些文艺界的人 我特别高兴 不是因为来上节目相亲高兴啊 这一半的因素 他这个声音要是真当不应主持人 确实可以啊 对 他这个声音还挺有穿透力 挺好听的 看看你第二关键词 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就是上学的时候比较听话 除了学习没什么别的方向的发展了 就是上学就是好好学习 听老师的话 好学生 对 下学就回家了 学习成绩好 班干部 对 初中以前学习 死定辈还行 小学就当班干部吗 当什么干部啊 英语科代表 全校的大队长 大队文艺会 六一儿童节向我那个报告 然后我还比较出名 然后呢 就是一路发展不是挺好的吗 就是非常顺 然后到初中就是 但是我不再会跟 融入跟同学交往了 就是死读书 属于那种 老师觉得说 你上课做最值的 就是在第一排嘛 那就其实一路读下去也挺好 对 市级三好学生 然后保送到重点高中 因为选科 那文理科分班的时候 我选了理科 不是我擅长的东西 结果我走了一个弯路 那也能改吧 但是蹲了一个班 但是后来思想不在这上 就是学不进去了 就厌学了 所以其实小学初中 一路都还挺好 挺优秀的 上了高中 也是青春期吧 是吗 对 就是那会儿 没有经过那什么挫折 然后到了高中有挫折 然后有困难就受不了了 学校就给了两条路吧 就是一分流 然后还有一个蹲班 分流就取一个直高 就是定向分配 等于就最后没上大学了 对 比较可惜 那就再努力呗 等你更成熟一点的时候 对 上班以后学大专 然后专生本 还考了托福 托福 托福考过了吗 当时考的是旧版托福 一般 所以其实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是比较小的时候 后来就没有太找到生活的方向 学习的方向 不适应班里的环境 就是比较喜欢安静的生活 那你觉得过得愉快吗 就是不太高兴 从那段经历到现在 上班可能都不太适应环境 就是环境在变化 你老不能融入这个集体 性格可能有那什么追求完美 你说你永远是孤立的呀 就是比较孤僻 可能大家都在这聊天呢 我可能就在边听着 因为不愿意参与 那你们觉得他性格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听他聊这么多了 我觉得跟我前部差不多 有点怪 对 他绝对不抽烟不喝酒 我前部就不抽了两两个 也就是怪 我也感觉不到他什么性格 反正不是我喜欢微信 我又是一另类人 对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记账员 就是物流出库出库 然后记账 然后出电脑给财务做账单 就是从学校毕业 一直做一家公司的工作 并向分配 二十多年 对 原来想跳出去 去做英语相关的工作 但是我做不了 我觉得我水平还是不够 也一直没有谈过恋爱吗 谈过一个 没成功吧 比如这节目 举办线下活动认识了 谈了多久啊 半年吧 那怎么不合适了 对方觉得我不太合适 可能性格 然后没有那种男朋友感觉吧 就是对这方面 可能缺乏情商吧 那一开始 你是还挺喜欢她的吗 我这可能比较冷漠 没有那种激情澎湃的时候 比较冷漠 有多冷啊 比如说帮女生拿包什么 帮女生送个花什么 可能对方面不太会来事 看着这个 就是没有方向 没有定位 那未来成家会是什么样生活 你有设想过吗 就是不像谈恋爱那么浪漫 就是日常生活 就跟我父母的生活一样 每天就是下班 然后两个人一块商量 做什么 然后吃什么 那会不会觉得很平淡 婚姻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是普通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 既然你接受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 想找对象都太理想化了 追求完美 想找什么样的呀 知性 然后身上没什么缺点 有没有比如说具体哪种类型的 或者什么样的女生 刚才说那些主持人 太知性 太高了 你要找那样子的吗 对 目标正在哪儿高 普通的女性 好像很难知性 我就觉得 所以你来选择是想找一个 怎样的女士为伴呢 你说了吗 你之前的想法 就是找一个 什么东京老师啊 这都不切实际 那找一个什么样的切实际 找一个在人群中看不来 然后比较普通的人 那这样一个女士 她是多大年龄啊 什么样的生活背景啊 成长背景啊 七八年以后吧 婚姻状况 未婚或离异都行 当然我不能接受有孩子 一般人应该也入不了她的眼 而且我觉得 就是有点稚呢 是这样 就是 我觉得也是一个辛酸的过往 我们看到一个少年 从童年 在小学 在初中 都特别好 都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 父母的骄傲 但是呢 这个出生高 人生就是所有的节点 幼生小 小生初 出生高 高生大 大学走向社会 每一个转折 其实都是特别关键的 如果这个转折 没有转折好 其实可能就会让我们 形成一些心理问题 今天你跟我说的那些 不管是相声演员也好 主持人也好 然后是春晚也好 其实都是你童年的过往 就当你讲小学 那段经历的时候 你的这个状态 是一个灿烂的状态 是个幸福的状态 到了今天 我觉得不是说社会抛弃了你 其实是你把自己封闭了 即便你今天可能也看一些短视频 也看一些现在的比较流行的相声 但是这些东西感染不了你 依然是过去的那个景象感染你 所以我们误读为 是那些景象感染了我 其实不是 是那个状态 在那个时候你特别幸福的状态 其实是你舍不得丢弃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 就是我们走上这个舞台 我们特别希望你能够破冰 就是我要和世界 和今天这个环境 能够融入在一起 换句话就是说 如果我想找一个 比方说每一七年 我想找一个完美的女孩子 我想找一个知性的 那么我就要知道 这些人喜欢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就要学习 做什么样子的 那也许改变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 只要我们在路上 我们就能改变 特别希望43岁 今天来讲是个年轻人 你长得还特别的年轻 还特别的帅 就特别希望 能有一个崭新的高光 加油吧 少年 谢谢老师 好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三号女嘉宾 一起来认识一下 有请三号女嘉宾 杨洪华女士 有请 欢迎 欢迎 来 请坐这边 请坐这边 三号女嘉宾杨洪华 45岁 河北人 李毅 国企职工 接下来我们要更多了解一下 三号女士了 一号先生了解一下吗 我想下一个 那咱接下来看看我们 三号女士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吧 一起进入她的 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我对母亲的爱 三年的婚姻 给我们讲讲你和母亲的故事 挺黏我 母亲的 要是回家 比如说 有可能要是住在一起 我可能就知道我妈被窝 里边得不行 得像小的时候 得抱抱 这母亲还健在吗 不在了 什么时候 15年 是突然走的吗 对 所以对你来说 还是挺大的变化的人生 我感觉我妈不在的时候 感觉就我人生就没有目标了 感觉 这是母亲住院的时候吗 对 就是最后快走的那一日 她是什么病啊 白血病 后边也都是一直 您照顾她照顾走的 对 就是在医院 女孩都一般比较练母亲 也还行 好歹也进校了 好歹也不遗憾 这婚姻是怎么回事呢 两个家庭环境不一样吧 比如说 生孩子的时候 她不在身边 去完洗手间之后 她让我从 一个最东边和一最西边 端着水去冲 那个洗菜的水冲马桶去 我心里那时候挺不舒服的 所以那一次一次让我挺灰心的 你怀孕 怀孕生孩子的时候 她也没有照顾你吗 没有 她希望我像以前似的照顾她呢 我本身 你看我挺简朴的 她比我更简朴 比如说我七八月体检的时候 都是我自己去 或者我妈 或者我外女有空 全是这种情况 她为什么不去啊 人家说没空 就一开始 两个人的婚姻基础 就没打好 对 婚姻基础很重要 那什么时候想要离婚的呀 是她提出来的 她提出来的 对 为什么 那时候我们也申请了一个最后一批的京丁使用房了 我们两个人也没吵架 她有一次回来稍微早一点 九点多 靠着我们那客厅那个门那说的 那房不买了咱离婚吧 我就觉得没有钱也没有许语 就挺突然的 我说可以 我说现在九点多咱也去不了 我说那就明天吧 结果第二天我没起来的时候人走了 打电话呀 平时就 就找不着了 对 到最后给联系上了 到后来就离了 为什么不好好交流呢 当她说要离婚的时候 那就坐下谈啊 究竟婚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咱得面对呀 你们好像就常来不交流 你也没问她呀 我们那时候是闪婚 多长时间结婚的 三个月 我觉得先结婚后恋爱 我也挺幸福的 我觉得我也可以试一下 尤其也三十几岁也不小了 她其实不喜欢她 跟她没有多少共同意义 你不跟她说话就不辞而比了 房子孩子怎么分配的 孩子 对她她说不要抚养费 但是说随时可以看孩子 看吗 我看随时看 那你和孩子感情怎么样 挺好的 多大了孩子 十一岁 男孩女孩 男孩 经常我也陪伴她 因为孩子不能让她缺这母爱 那你现在住在哪里呢 就住那个我在西城部上班 就在那附近 离孩子也挺近的 租了一个房子 对 那现在的工作 能够支撑自己的生活吗 能 就是一个长期的基层工人 一直在做这份工作吗 不是 一二年来的这单位 也比较稳定是吧 能干到退休 对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呀 能互相能包容的 互相做什么事 能互相商量的那种 能主要是心与心能交流 能有最基本的生活就行 我没有太高的要求 就是平凡的一个 所以其实就想要一个 简简单单的生活 对 就想做一个平凡的 最好离孩子也近一点 对 能看着他的成长 对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我觉得就是 就刚才我听了您的一番表述 因为不知道您 就是没有在下面接触过您 不知道您平时是一种什么状态 但是如果就是光听 今天在台上的表述 脑海里就四个字 就是贤良输得 任劳任怨 怎么着 他也不会反抗 他也不会说一个不字 就这个森林狗的感觉 就有点跟受气小媳妇似的 我们经常说 不希望女性 找大男子主义的男士 但是对于您来说 可能您反而需要找一个 比您有主见的男性 就家里他能扛事 您就适合去打脸一下 家里家外的这种 就是可能相对比较琐碎 但是又比较轻松一点的 这种工作 可能他主外 您主内 但是您主的也都是内的小事 大事还得人家说了算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更适合您 也就是说他更主动一些 但同时您也还是要跟他沟通 让两个人有商有量的 在他尊重您的前提下 共同地做一些重大的决策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适合您的 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都已经登台亮相了 他们之间会有牵手成功的吗 让我们去进入最终选择环节 好 一号先生您今天献花吗 不献 不献花了 好 二号先生呢 您今天献花吗 不献 好吧 尊重你们自己内心的选择 也感谢我们五位朋友今天来到现场 带给了他们最真实的故事 也感谢我们三位老师 今天为大家做的分析和解读 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选择到 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收看选择 我们下次再会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